2009年1月15号下午3点27分33秒 纽约航站楼雷达控制中心的无线电力 充满了急促的警报声和隆隆的轰鸣声 机长萨伦伯格在列头大喊 我是先人长1549 现在我们的两个引擎都失去了推力 我们正在返回拉瓜底亚 离港管制员对着无线电急切的回复道 允许返航 拉瓜底亚已终止所有起飞 能否向左转220度 尝试降落在13号跑道上 可是无线电力的杂音越来越大 什么也听不清 与此同时 在拉瓜底亚东北方向 距离4号跑道尽头7.2公里的地方 一架载有153人的民航客机 正在以230公里的每小时的速度 从3000英尺的高空向地面急速坠落 30秒后 一阵刺耳的杂音中 几句断断续续的语音从内头传来 我们可能要撞向哈德逊河了 然后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无线电力刺耳的警报声和轰鸣声都没了 下午3点30分 距离这次通话大约90秒后 美国海岸警卫队报告 1549号航班成功降落在哈德逊河面 机上155人全部生还 短短4分钟 这场原本必死的局让这两个人硬生生救火了 这就是2009年轰动全美的哈德逊河奇迹迫降 这次迫降也被誉为美国航空史上最惊心动魄的4分钟 欢迎来到奇闻努特舍 答案我社长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场惊心动魄的史诗级迫降 2009年1月15号 美国东部时间下午3点24分56秒 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 获准从拉瓜迪亚机场沿东北方向起飞 随后 伴随着发动机巨大的哄鸣声 机长萨伦伯格驾驶飞机 从4号跑道顺利升空 这是一趟定期航班 原定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 先飞往别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道格拉斯机场 然后再飞西亚图 机长是53岁的萨伦伯格 和他搭档的副驾驶飞机员 是49岁的斯凯尔斯 另外飞机上还搭载了150名乘客 和3名空乘人员 直飞这趟航班的飞机 是一架空客A320-214型客机 飞机上搭载了两台 由法国塞峰公司生产的 法美高寒道比涡轮发动机 下午3点25分51秒 纽约航站楼雷达控制中心 接到了1549号航班升空后的首次高度报告 机长萨伦伯格在无线电里说 当前高度700英尺正在爬升 副驾驶飞机员斯凯尔斯又确证了一遍当时的天气 海拔4200英尺处有少量碎云 风速九节310度 萨伯格回复道 今天哈图信号的景色真是太美了 3点27分11秒 飞机距离地面2818英尺 仍在向上爬升 此时他们位于拉瓜迪亚机场东北方向 距离他们起飞的4号跑到尽头7.2公里 就在这时 在他们预定的航线上 一群加拿大鹅朝他们一面飞来 顷刻间 两位飞行员的事业里充满了大鸟 一秒后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这群加拿大鹅与机身相撞 飞机的发动机着火 机身开始剧烈摇晃 机舱内充斥着泄露的燃油气味 机长萨伦伯格发现 此时左右两侧的发动机都停止了工作 机身完全失去了推力 飞机依靠惯性依然在向上爬升 不过速度越来越慢 机长萨伦伯格随即切换成了 手动驾驶模式 尝试重新启动发动机 但没有成功 大约20秒后 飞机抵达最大高度 3060英尺 随后开始向地面急速俯冲 萨伦伯格通过无线电 向纽约航站楼发出了求救信号 随后便是视频开头的那段对话 目前飞机的两个发动机都停止了工作 飞机在空中完全失去了推力 这种情况下 唯一的办法只能尝试无动力破架 用航空专业术语来说 就是硬着陆 可是要进行一次成功的硬着陆 谈很容易 为了尽可能的降力碰撞 减少伤亡 首先要判断飞机目前的高度 和向下俯冲的最大速度 以及飞机着陆的抚养角度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着陆地点 事发当时 他们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 起飞仅三分钟 当时飞机仍位于纽约市区上空 下面就是纽约最繁华的地方 曼哈顿 稍有不慎 飞机就会直接撞向 人口密集的纽约市区 到列时 造成的伤亡 恐怕就不只是飞机上的155轮 所以在当时的这种情况下 要想寻求一线生机 他们只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 就是按照纽约航站楼 雷达控制中心的指示 从他们当前所在的位置 左转220度 然后尝试返回 拉瓜迪亚机场迫降 可是发当时 他们距离拉瓜迪亚机场 跑道尽头7.2公里 离地面的高度 为3060英尺 大约930米 机长萨伦伯格 几乎在第一时间 就做出了判断 当时列众情况下 飞机完全失去了动力 他们根本不可能 顺利返回拉瓜迪亚机场 第二种 就是立即左转280度 飞向新泽西州上空 然后尝试降落在泰特波罗机场 这是一座小新机场 最初主要为私人飞机 和商务飞机提供服务 后来逐渐成了一座救援机场 从位置上来看 事发当时1549号航班 的确离泰特波罗机场更近 后来机长萨伦伯格 在接受采访时也公开承认 在事发后的第一时间 他的确准备飞往 泰特波罗机场降落 可随后的一个情况 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说事发当时 让他感到最头疼的 其实并不是飞机的引擎故障 而是发动机损坏 引起飞机电力故障 而巧合的是 他们尝试了好几次 打开飞机的应急电源 不知为何 始终不起作用 这导致驾驶舱内 很多仪器都停止了工作 当时飞机正在 以极快的速度向下俯冲 在空中缺少参照物 又没有飞行仪器的辅助 一时间 根本无法判断飞机的高度 可就在飞机飞过 乔治华盛顿大桥上空时 他发现他们当时的位置 距离桥顶高度 已经不足300米了 机长萨罗默格这才意识到 原来这第二种方案 也根本行不通 很可能还没有 飞到泰特波罗机场 他们就已经撞在了 下面的高楼大厦的头上 这紧一段两种方案 都行不通 而且现在他们向下 俯冲的速度越来越快 距离地面已经不足300米了 看起来 这已经是必死的局面了 可就在这时 机长萨罗默格 望向机身下方的 乔治华盛顿大桥 似乎若有所思 他老子里冒出了 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知道 现在这种情况下 是人冒死于世了 随后他通过 机长广播发出命令 提醒所有乘客 做好撞击准备 他们要究竟 迫降在哈德逊河上 这无疑是一个疯狂的想法 因为哈德逊河 对于这架 以面而来的客机来说 太窄了 而且河内 还有许多过往的船只 要想安全地迫降 在哈德逊河上 非常困难 可尽管如此 奇迹还是发生了 当天下午3点30分 也就是机长发出 迫降命令 大约90秒后 在机长萨伦伯格 和副驾驶飞行员 斯凯尔斯的 通力配合下 1549号航班 以230公里 每小时的速度 扶扬角度 9.5度 飞行轨迹角 负3.4度 撞向了哈德逊河面 机身与河面 只发生了一次碰撞 没有弹跳 在核实的阻力下 机身逐渐减速 最终停在了 哈德逊河北段中部 位于纽约一侧 就在1549号航班 降落在哈德逊河面 仅仅几分钟后 两艘纽约水陆渡轮 就抵达了救援现场 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 也紧随其号 140多名消防员 以及警察参与救援 最终 下午3点55分 最后一名乘客 被救下飞机 整个救援行动只持续了20多分钟 飞机上155人全部生还 其中95人轻伤 5人重杀 美国国家运输完全委员会称 这是航空史上最成功的一次 高空无动力迫降 纽约州州长大卫帕森特 更是称这一事件为 哈德逊河上的奇迹 在得知这次不可思议的 哈德逊河迫降事件后 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表示 机组人员的专业技能和英雄主义 值得敬佩 并极力赞扬了所有参与救援的应急人员 和志愿者 而刚刚当选下一届 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则表示 每个人都应该为萨伦伯格 在这次迫降中所做的贡献而自豪 他也邀请他们参加了 五天后的就职典礼 后来纽约市政府 授予了机长萨伯格和副驾驶员斯卡尔斯 以及这趟航班上的所有空乘人员 领航员协会大师奖章 以表彰他们 英勇和独特的航空成就 不过这虽然是一次完美的迫降 但也同样是一次飞行事故 引发这次事故的原因不能被忽视 所以随后 美国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 随即成立了专项调查组 因为这架飞机是在法国组装的 所以事发以后 欧洲航空安全局和民用航空安全调查分析局 以及这架飞机的制造商 空中客车公司和通用电器航空公司 全部参与了事故调查 初步调查发现 这架失事的1549号航班 是一架空客A320-214型客机 是由空中客车公司 于1999年6月15日组装完成 并交付给全美航空公司 2009年事发当时 这架飞机累计飞行时长为 25241个小时 在这期间从未发生过故障 事后调查组发现 飞机左右两侧的发动机 都因软体撞机而损毁 发动机螺旋器和增压器全部断裂 部分外壳缺失 发动机里还残留了大量的加拿大鹅的羽毛 以及身体残骸 而且根据黑匣子记录的飞行数据显示 在飞机抵达事发地点之前 两个发动机一切正常 所以造成这次飞行事故的原因 就非常明显了 飞机在飞行过程中 与空中的加拿大鹅的羽群迎面相撞 导致飞机的两个发动机损毁 飞机在空中失去推力 只能迫降 从发生撞击到迫降 只用了不到四分钟的时间 如此看来 这只是一次意外飞行事故 在调查组提交的最终事故报告中 还提到 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之所以能成功迫降 有四个最主要的原因 其一就是 1549号航班的机组人员 在事故过程中的关键决策 以及空乘人员在事后 沉着冷静的组织乘客逃生 而这其中最大的工程 就是这台航班的机长 萨伦伯格 他可是大有来头 他是一位美国空军上尉 退役前 他的主驾机型 是美国麦克唐纳 道格拉斯F4型战机 1980年2月25日 萨伦伯格从美国空军退役后 进入了太平洋西兰航空公司 担任飞行员 1988年 太平洋西兰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集团合并 并于1997年更名为全美航空集团 事发当时 他已经直飞了29年 总共安全飞行了19663个小时 其中驾驶这架空客A320 飞行了4765个小时 事故发生时 他持有2002年8月7日颁发的 单引擎和多引擎航空运输飞行员证书 型号等级有空客A320 波音737 尼尔喷吉士飞机 和英国航空航天AVR-146型飞机 他还持有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颁发的 头等舱飞行员体检证书 日期为2008年12月1日 没有任何限制 同时他还是一位滑翔机飞行员 而他的这个身份 在事发当时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事后 萨伦伯格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 当时他们的两台发动机全部故障 飞机已经彻底失去动力 这种情况下 他们根本不可能返回拉瓜里亚机场 只能尝试进行无动力迫降 这次迫降之所以能成功 有很大一部分因素 是得益于自己曾经接受过 专业的无动力滑航机飞行训练 而且在后来事故调查过程中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通过飞行模拟器反复验证了 当时的1549号航班 返回拉瓜迪亚机场 或者改道飞往泰特波罗机场 这两种方案的可行性 起初一共进行了13次 返回拉瓜迪亚机场模拟实验 其中只有7次成功了 另外两次飞往泰特波罗的飞行实验中 也只有一次成功 虽然从实验数据来看 这两种方案的成功率都在50%左右 可实际上 这个实验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 那就是过于理想化 飞行模拟实验过程中 飞行员总在第一时间 就做出了转向指令 忽略了现实世界中 飞行员在遇到突发情况时 需要反应时间来决定行动方案 所以随后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又进行了一次模拟实验 这一次 他们延迟了35秒 作为飞行员的反应时间 而这一次所有的实验都失败了 所以委员会最终裁定 当时机长萨伦伯格几乎在第一时间 就已经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 也正是他的这一决定 挽救了飞机上155人的生命 这无疑是非常了不起的 当然这次奇迹迫降能成功 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功臣 那就是副驾驶飞行员 49岁的斯凯尔斯 关键时刻他临危不乱 陪和机长萨伦伯格完成了这次不可思议的迫降 拯救了150多条生命 斯凯尔斯 他于1986年4月7号进入全美航空公司工作 根据全美航空公司的记录 事发当时他已经安全飞行了15643个小时 在这架A320飞机上工作了37个小时 全部是作为副驾驶飞行员直飞的 在同事员中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飞行员 这只是他和机长萨伦伯格的首次合作飞行 没想到二人就合力完成了这次壮举 而这其中的第二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 这架空客A320-214型客机 在出厂的时候 飞机上就自动配备了滑梯 木筏 救生衣 以及其他水上救援装备 正常来说 这架飞机不需要这些装备 因为一般来说 当时只有直行跨海航行的飞机上 才会配备这些水上救援装备 而这趟1549号航班 直飞的航线是从纽约飞往夏洛特和西雅图 全程都在陆地上空飞行 所以在事发之前 这些装备一次都没有使用过 没想到在这关键的时刻 却派上了大用场 而机长萨伦伯格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 他之所以决定赶冒险尝试 将飞机降落在哈德逊河上 也正是因为飞机上装配的这些水上救援装备 而这第三个因素就是事发后第一时间 机组人员及其乘务人员 沉着冷静地引导乘客逃跑 而最后一个因素就是 事发过后 救援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赶到了救援现场 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救援 仅仅20多分钟就救出了所有被困者 总之这次不可思议的哈德逊河迫降奇迹 是所有人通力合作的结果 对于这次飞行事故来说 没有伤亡这无疑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可对于整个自然界来说 却未必如此了 因为自从发生了这次事件以后 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 2009年中旬 纽约市政府在纽约市设立了17个加拿大鹅捕获点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就捕获并消灭了1235只加拿大鹅 在1739个鹅蛋上涂满了油漆 让这些正在孵化的小鹅窒息而死 截至2017年 纽约市已有7万只水鸟因汽水而被故意杀害 好了 本次哈德逊河的奇迹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要点赞订阅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